大哥 快到家了 给我留点面子 松开行不行 走吧你就 哪那么多废话 你又点我的麻筋 你个臭算命的 不是看不见吗 怎么说那么准 还是那话 心里头敞亮着呢 我呸 什么事你说 什么事啊 大位子 别别别 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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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梅子 大梅子 弄她的下盘 什么叫下盘啊 到腿上踢她 狠狠她踢 踢她肚子 踢她 我踢 我踢 小金兽我踢 踢啊 踢她 我踢 你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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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踢不着 我要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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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先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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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本想给先生递狐狸来着 不想将递狐狸给算计了 叫什么 这位就是刘伯温大人吧 小民有下行并告 旁人均已回避 此地只有你我 说吧 你怎么又进来了 先生 这次诡计多端 我这么聪明都被他算计了 我不放心你 你怎么也进来了 我怕你被欺负呀 谁敢欺负我呀 我借他十个等 哎呀 你还说呢 你让人牵着跟牵小狗似的 要不是我 大姐 话不是这么说的 行了 你们俩都出去 嗯 出去就出去 反正我走不远就说在门口 一有啥动就冲进来 我也在门口呢 冲进来我就朝下盘一脚 走吧 说吧 小民冤情四海 恳请大人为我做主啊 不合口味 嗯 心烦 没胃口 哎呦 该不会又像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吧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饿了吃糠 甜如蜜 饱了吃蜜 蜜不甜 今天朕一想起那个味啊 我刚熬的小米粥 你喝点鸭鸭啊 嗯 这皇上今天一进来就沉着脸 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 哎 你看看 这接铁都贴到宫门口去了 哟 朕本来放他走 就是想清静清静 省得两下子人 今天叨叨你 明天叨叨我 这个倒好 人不在了 可还是没完没了啊 这人啊 要不是把刘伯温恨得牙根直痒呀 绝不会写出这个来 皇上你不会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吧 这还用你说呀 皇上心里有数就好 就连我一个附到人家 也能看出这接铁背后的指使 这接铁贴在外朝房 与李善长有关系 要我说善长可没这个魄力 这搞事他也搞 可不是这么个搞法 娘子看人眼光果然独到啊 喝点吧 刘大人回青田县 把江城收监 这就是要重查张青一案啊 你在临县都听说这事了 莫说是在临县 怕是在杭州 处州也早就议论开了 这案子起得蹊跷 结得更是蹊跷 早就有人把这故事编成了乱谈 在九四茶馆里唱着呢 这回我家先生一接手 这唱词啊就有结尾喽 但愿如此吧 刚才我八门缝上听的意思 你是专门跟那等我的吧 你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我能瞧会算呢 得了吧你 不过你也真算是坏人里边冒尖的了 说实话 能算计我留意的人不多 可偏偏被你小子给算计了 当时你打听到老张家 又说自己是做工的 我就琢磨着 你八成是刘大人派来的人 我正愁没人给我引剑呢 这不用你做了封剑书 你倒也挺配合 那也不用非把我捆上啊 多影响我光辉的形象 那你要是跑了我找谁去啊 我可是什么都看不见 行了吧你 走 我带你去住的地儿 进来吧 行了 你就住这儿 先生可是交代下了 你不能出去 吃喝都由我送来 不小嘱咐 照办就是了 你也别着急啊 先生不都说了吗 先了了修路那事 就替你申冤 这么多年都等了 不在乎这一事 那行 我先告辞了啊 小兄弟请慢 还有什么事啊 说是钱不够 跟你回来 不过是个由头 这银子还你 拿去啊 先生清廉 我们跟着先生的人 自然也都是不爱才的 再说了 不也都从你嘴里 套出话来了吗 这给出去的银子 再收回来 那多不好意思呀 真不要 要是让先生知道 我手接的这银子 你手没接银子呀 聪明 够朋友 你是想吃鸡呀 还是想吃鸭呀 我都给你送来 你说张卿迁到江家之后 其父张德发也迁过来了 落户在临县 正是 我问你 他们家除了张德发之外 还有什么人 还有张卿的原配 他娶过妻 谁说不是呢 那你为什么不到 他们家当面对质呢 小民好面子 他们家既然能使出 冒充骗婚这般手段 人必然卑劣 真要闹起来 那还不是女儿出丑 既然当初吃了哑巴亏 也就阴忍罢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等你呢 其实你人不错 心眼也挺好的 可是咱俩不合适啊 为什么不合适呢 我看上你了就合适 那你怎么不去看上 朱皇帝呢 还能进宫当个娘娘 他太老了 他老 嗯 你知道我多大岁数吗 你没胡子 这你算说到点子上了 知道我为什么没胡子吗 小白脸呀 太监呀 我是个太监 太监你懂不懂 不懂 太监就是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没有那个 没哪个呀 那个就是 就是假如咱俩要是成亲的话 那个 我知道了 知道吧 花轿 什么花轿啊 我跟你说不清楚 谁有那玩意儿啊 那不都是花钱雇的吗 雇一顶大花轿 然后全套的响起班子 我坐在里边 你坐在前边 起批枣红马 乌里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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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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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呀 你还没告诉我呢 花轿道怎么又叫太监了 刘大人请 刘大人请 桂县 委托你的事情可有回音哪 我也正要向大人禀报 已经有了回音 哦 大人请看 过世了 清田前任之县周云龙已于一年前并故 哎 哎 怎么这么不巧啊 是啊 真是不巧 这个周大人哪 留给我们的两行字里边颇有深意 我本来是想把他请到此地来 来帮我重新审立此案 不 丞相 他却过世了 或许那周云龙当初审案时 真的发现了什么内情 却迫于某种压力 不能秉公 因此愤而辞观 什么压力啊 这个下官不好猜测 是不好猜测呀 还是不好出口啊 大人 我替你说吧 无非是权 钱二字 这个周云龙啊 自知无力回天 不能抗上 可他又不敢昧了良心 只能挂冠而去 这个是好冠 大人所言不无道理 可到底也还是推测 贵县我问你啊 如果依法手续 贵县这儿应该存有案底的 怎么你这儿连知言骗旨都没有啊 这个下官也不清楚 你看他写的 莫说离奇 焉有势不寻道理者 只要用心 启南枝 杀人是谁也 从口闻上看 他知道凶手是谁 启南枝 就是不南枝 我问你 你也认为 杀人凶手 就是江家燕吗 此事前因 种种蹊跷 那老江城发觉被骗之后 顾全脸面 忍气吞声 女儿江家燕 人所共知 是个竭烈的女子 也曾一剪刀下去 想要扎死那张青 可是那只能证明 他有杀人的动机 却不能证明 他有这个行凶的能力 再有这个张青 他如果是死在饮食上 或是床障间 这都不奇怪 蹊跷的是 他那个死法 死在当街 一刀毙命 既无木整 又无凶器 难道说 这个江家燕 自有习武 受过一人的传烧 没听说呀 那这个杀人之法 一个弱女子 大人认为 凶手是个男人 大人 大人 外面已经准备好了 刘大人请 他真拉着包的啦 是吗 刘大人 刘大人 又出来了 真的假的呀 真的假的呀 大人请 请请 请 大人 开始吧 坐 青田县郑堂章 为盛世献保一事 曾出告小玉本境 万民踊跃 近身争先 有赵前孙礼等朱大户 找保挖保的同时 兼唱公义 一阵适风 修整我青田官道 五十余礼 本县已巨石上报 周府覆准 历史刻碑 以资表彰 特施 这是什么意思 来 热闹热闹啊 好 这回路好走 启禀太爷 赵孟有话 请讲 我等修路啊 原本顺带 太爷却以公义许之 我等实在是担当不起呀 赵元外的意思本官明白 下面就将开始献保 特请我青田民宿 当朝国师 刘伯温大人法眼鉴别 把咱的东西给他看看 献保开始 抬上去 快 快点 大人 来 把我们的抬上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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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让他开开眼 行了 行了 来 来 来 把咱们宝贝往上抬 这个该有可不是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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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啥啊 刘大人 没有保护 散了吧 请慢 赵元外 请问这人又是谁呀 他呀 这是本官的跟班 跟班 自从刘大人称 那条官道上看出了宝器 随后您刘大人的跟班 就前来献保 这个 这个 这恐怕也太巧了吧 是啊 这也太巧了 被你这么一说呀 连本官也觉得 他怎么 怎么就这么巧呢 这 不巧 不成书嘛 这 这是不是给我们 设了个局呀 对对对 呃 你要非这么说不可 本官也无话可说 啊 您说不是社群 那请问刘大人 您这个跟班的 那些个破席子 木丸 那您又如何解释呢 他拿来说刘大人看过 本县也厉害佩服刘大人的学识 自然也就收起上棒 走个城去 不 贵县谬赞了 啊 诸位 这件事情我一定向皇上请罪 请求自罚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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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你你 惭愧 惭愧 你这明明是耍我们玩呢 哎 哎 话可不能这么说 那 你说我学艺不到刘某认 说我耍你这刘某不认 我敢问各位 上山挖宝的棋只是你们几个呀 啊 你们谁问过我刘某温 你们说说是不是我刘某温让你们上山呢 哎呀 有人是这样啊 嗯 刘大人这招棋啊下得实在是高啊 嗯 真是其妙 这真是倒霉透了 刘大人心系百姓 草民在此谢过了 谢 谢大人 谢国元大人 不用不用不用 先生 快点散了吧 要不小子实在憋不住了 干吗呀 撒尿啊 时辰不早了 健保大会就此结束 且慢 赵某还有话要说 赵元温还有话说 太爷曾出献宝告示 并没有说这宝物必须是官道上挖出来的 我说的没错吧 真的 嗯 不错 那太爷您用了官印的告示 也不是开玩笑吧 不是 那好 我等还有宝物要献 还有宝物 还有宝物 大人带着宝物 到皇上面前说礼去 对 没错 你让他们呈上来吧 呈上来 瞧瞧 家传五代之至宝也 这是什么呀 古有西尊 相尊 我这件宝贝啊 那可是相尊中之 马尊也 马尊 啊 相尊多像牛羊 也有飞禽走兽 麒麟凤凰者 这马尊 却是古来未闻 哎呀 哎呀 你这不是就见着了吗 啊 物以西为贵 所以至宝也 你看看这造型 这儿还有个孔呢 猪九所用 你笑什么笑 我怎么说啊 啊 这是古董 岂是你这种人能看懂的 这 传五代了 哦 五代了 你记得用的时候啊 最好啊 点上灯 点灯 嗯 那啥意思 点什么灯啊 你这个 它不是马尊 你这是个有些年头的匿气 啊 看得出来 祖上保存得不错 啥 匿气 就是企业是用的马子 啊 人家 还拿这个酥酒呢 哥哥 你就忍心 真给摔了 这么多人能蒙在鼓里 怎么会 小心点啊 这个可是赵母日常饮酒常用之物啊 也让你小子开开眼界 长长见识 刘大人 说说吧 这是何物啊 那博古路上又是怎么写的 博古路上不栽此物 是没写 还是您刘大人不知道啊 此物不登大雅之堂 这是商 可是古代的青铜商啊 王羲之的蓝亭旭 您知道吧 也曾读过 一商一勇 一足以畅旭幽情 连书胜都这么写 怎么到你刘大人这儿 就不登大雅了 这树柳孤陋寡闻啊 还望方家指点 您说您这个东西叫商 还能打不上来 不是商 又是何物啊 这要叫商的话 我问你 那上面这俩孔石干什么用的呢 这怎么能叫商呢 这种商刘某从未见过 你没见过 它不等于没有 这不就摆在你面前了吗 可是这物件不叫商 那叫什么 你看 你过来过来过来 您看啊 您这东西上面这俩孔子 如果穿上根绳子 挂在身上哪个部位最合适啊 你想想 穿上根绳 不对 像猪八戒了 真像 真像 也不对 又像牛魔王了 那您说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 这叫童刚 是古时武人的护音之情 他哥就用马子 你哥就用童岛 怎么着 都一个味吧 你个老东西 挂了一百两银子 就买了这么个下三量的东西 你想气死老娘啊 你个败家的玩意儿 你有话回去好好说吗 你看你这这 这下她媳妇可饶不了她了 早干什么了 你偷摸在家折腾银子的时候 怎么不告诉我 回家说去 晚了 现在先寒碜了 挂一百两银子 就买这么个下三量的东西 你真要是丢大了吧 你把自己家里 还不给摸 还不给碰 还有心得宝贝似的供起来 跟你这个四溜不通 没羞没臊 散家败财的老东西 你这想把老娘给牵死 老娘还活着什么劲呢 我的老天天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我不活啊 你看你这个 丢人现眼的败家娘们 我跟你说 我好难不跟女斗 你等我回家 看我怎么收拾你 快要回家了 我现在就收拾你 我戳死你 别别别 别别别 你等我戳死你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别走 回来 你不要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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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都怎么回事啊 丢人哪 刘大人 谢过刘大人 你谢我什么呀 方才外面那么热闹 狱卒已告知小明端倪 说大人为本县做了件天大的好事 那官道从此畅通无阻 还不该谢大人吗 你这老头可真逗 自个儿一脑袋的官司还没着落呢 还有闲心管什么官道 怎么没着落 自从刘大人接了我的壮旨 我就知道这个案子 算是有着落了 刘大人谁啊 那是有名的青天大老爷 神奇妙算的刘神仙 是一人胜过百万军的刘伯温哪 好了好了 你也不用夸我 我也没你说的那么大能耐啊 平时处置疑难 所凭所计 无非是常理常识 只要多用心 细心耐心也就是了 你看这眼下 我也遇到疑难事了 大人 您可别吓唬我 小民的沉冤昭雪与身家性命 可全都压在大人身上了 我呀 原本是想找到前任直线周云龙的 官场的事呢 我替他扛起来 其他的事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大人快去找啊 他死了 死了 死了 女儿啊 我的命好苦啊 女儿啊 爹无能 没本事 活着是不能还你清白了 我 我到野龙殿去告他 来人啊 来人啊 交代你的事啊 切不可而弃 那江城 下官一定好好调理养护 大人 放心吧 我原本啊 是怕有人知道我接了他的状子 找他麻烦 这才把他收尖的 你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这不等于我害了他吗 大人良苦用心 天地可见 大人 大人 大人还有何吩咐 我问你啊 你这衙门里头有没有前任用过的差例啊 有啊 不过大人要想从他们嘴里问出点什么 怕是 你也问过了 下官出于好奇也曾问过几个 诸人好像是商量好的 避之而不及 大人明见 也是 一个堂堂的正印七品都这般下场 谁还敢说话呀 行了 你就挑一个老成蝎的 告诉我他的姓名住处 孔木八虎 嗯 就住在西邪街进口的陆北 要不下官送您过去 行了 这儿我熟自己打听吧 不用了 来刘亦 恭送大人 有人吗 有人吗 家里有人吗 二位是 这位是刘伯温大人 前来看你 哎呀 见过刘大人 还不快请刘大人进屋 啊 被之物中凌乱 这不是 怕玷污了大人吗 那 那行啊 去县衙来说吧 这 没事 我倒知道个地方 来来来来 来来吃饭 走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烫壶酒 加个菜 好嘞 刘大人 刘伯温 哎 你能屈尊降跪 请我这么个小小的孔木喝酒 这足以证明 你这个人不错 可是我也知道 你们是为了什么 既然知道那就赶紧说呀 可是 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啊 你是县里的孔木 江城的案子的笔录 可是你整理的呀 大人问你话呢 前任的周太爷 那可是个大大的好人 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让卑芝佩服得很啊 咱别扯没用的 说正题 你看你 周太爷从一开始 就知道这个案子非常棘手 怕坏了弟兄们的饭碗 根本就不让我们经手 等会儿 这菜咱退了吧 一问摇头三不知 这不白吃白喝呢吗 住口 你去去去去 外面 外面等着去 外头就外头 我就在门口啊 有事喊我 那这么说 你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知道又能怎么样 周太爷的下场 不就都摆在面前吗 刘大人 您来了 我说了 可是大人 您能老是待在这个小县里吗 等大人一走 我这个小鞋 可就算是穿在脚上了 我这一辈子想脱 可都脱不掉了 还望大人能够理解卑职的苦衷 再说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客官 您的茶 有什么好堂口的 啥叫堂口的 就是好吃解馋的呀 酱牛肉啊 焖烧鸡啊 烧猪蹄啊 好嘞 不难为你 咱们说点别的 说点别的 被之怕是跟大人说不上话呀 大人您是读书人 我就是一个嘲嘲写写的小孔木 如果周太医还在任的话 和大人一定聊得来 好人哪 小二啊 来来来 有何吩咐 加一份酸辣汤 给他结结酒 还有呢 给我门口那跟班弄些吃的 客官您费心了 他已经吃上了 都吃上了 好 拿个汤匙过来 好的 大人 您也像周太医 说话都是文邹邹的 这何以见得呀 客官 您的汤 这个东西 我们都叫勺子 或是条 像大人这种读书多的人 都管他叫汤匙 不过周太爷的叫法 那更奇怪 一般人还真听不懂 你们周县令把这个叫什么呢 他说呀 古诗人的叫法 是碧 木头制的叫方 这一讲就是一大套 他也不管 别人爱不爱听 我问你啊 你们周大人 平时他都爱看点什么书呢 一部 说文解字 一部尔雅 那是床头 如厕都离不开呀 就包括他 下乡巡视 那都时刻 待在身边的 先生啊 咱这儿去哪儿啊 县衙 又去咱不是刚 有事 刘大人 刘大人 你们仙太爷呢 太爷正在升堂 不用禀报了 这 干吗 这岂是你能拦得住的 这 这事不是我们管得了的 站好 站好 它不是 有 아니 我 我 这 你 能教支持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小的嘴馋打得牙记 你有哪有最花舌跟人蹭的呀 哪能啊 小的花钱买的 你哪来钱呀 小的碰我边天下天涯若比林 还能没几个提起钱吗 行行行 大难 抗租不缴 板子伺候 你说欠收 本县问你 粮食收了几成 回太爷 也就两三成吧 棉花呢 也是两三成 桑残又是多少 还是两三成吧 大胆刁民 这些算起来 就是七八成了 为什么叫不上 谁敢申辩免赐 都是因为天汉 欠了收场 谁啊 大人 大人 打他石板子 打完以后 家后 牙签失重 什么时候交齐了租子 什么时候放人 是 大人开恩 大人开恩哪 小明不是抗租 是真的交不起谁啊 大人 还敢强辩 你们也都看到了 谁要是想学他 也都如此办理 都行 慢着 这是谁啊 你就是这么 替朝廷催租的呀 大人 你就是这么 爱民如子的呀 年年催缴 不是如此 这般处罚几个 那租子 就甭想收齐 朝廷有令 灾年 租税减免 难道你不知道吗 下官也有难处 减免折子递上去 上风 十九八九不准 还经常遭到身斥 考评时 还要追比呀 连这么点担当都没有 一心只想着 自己的仕途 你这父母官啊 不要也罢 大人 行了 自己写个致氏奏账 你啊 你告老还乡吧你 这个 下官还未到退休年龄 怎么不到啊 按你计算年轻这方法 你算算 你爹你娘的寿数 还有你妻子儿女的年纪 再加上你的 这得多的岁数啊 老儿练位 浪费朝廷放落 怎么着 还要本官参你不成 大人 是 刘逸啊 刘逸 先生 你啊 把这封信交给七叔公 让他找个可靠的人 连夜赶往处中 明天交给都御使衙门 记住了啊 都御使衙门 千万不要投错了 投到府尹衙门 知道了 还有啊 明天回来以后 叫上那个算命的 一起到书房来 好 刘伯温上表 请指寻案东南 山长 这事儿你怎么看 这个刘伯温 回家探亲还不踏实 事关人命啊 其中又设官员枉法 那一定要查 一查到底 我大明子开国以来 对他莫惯例 绝不姑息 那好啊 你就替朕 你到旨意 快快送去出州吧 是 再告诉刘伯温 凡涉案中的犯罪之人 无论情节轻重 一经审理 统统砍了 以敬效尤 臣遵旨 哥哥 待会儿可就看你的了 上次我来连门都没进去 还差点被勾养 上次刘大人只是让你来探情况的 这次只要咱能证明他们俩是两口子 咱就拿人 只是刘大人 为何如此这般肯定 我家先生的心思神贵莫测 咱俩去听交合办事就行 准没错 机灵点 机灵他娘给机灵开门 我可是机灵到家了 瞧好吧 那好 走 走 那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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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洒脱 都说 那传说 真假难说 其实这传说 是把老百姓的 诉求许说 你传给他 他传给我 你传给他 他传给我 你传给他 他传给我 你传说 舍头底下 能压死个人 我说舍头底下 也能传说 传说 传说出 传说出 那传 Edin�嘀 那肯疼不息的唱歌 我说舍头底下 能压死个人 我说舍头底下 也能传说 传说出 传说出 那奔疼不息的唱歌 唱歌